说起金龙头情人道,相信四五年级生的民众对于他的印象并不陌生。 现在金龙头情人步道重新整修成一个观光景点, 才获得澎湖街头艺人证的优秀团体奥尔豪四手工作坊, 与小岛家餐厅的负责人共同号召举办闲闲市集, 就在这条情人步道开市了。 由于主办单位对于摆摊的条件在事前都经过筛选, 入选的摊位各有特色, 有各种手工创作、小点心、心理测验、手工咖啡等摊位, 且在网路上也大打广告。 这第一次开市就吸引了大批的民众扶老西幼前来逛市集, 好热闹。 就是很喜欢手作的, 然后我们就是都互相约这样子。 所以约今天哪个特别? 今天明天,对。 今天不要啊,每天会做不完, 假日期间过每一个假日的话, 也是创作者其实没有办法做出来那么多东西。 我觉得像,因为我们的组织是每一季一次,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延续这一个想法。 那时候聊天的时候就跟另外两个朋友就说, 诶,这边好像没有很有趣的市集, 对,所以我就想,好吧, 那我们就来做个市集嘛,好吧, 好,就这样。 所以今天就成型了。 对,那在这之中我们之前也问了很多的商品, 那可能政府单位那边,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计划, 那最后找到这个情人道。 那情人道是以前在澎湖的时候的一些, 就是有年纪的一些长辈们在这边谈恋和努力。 对。 那来这边情人嘛,大家大家手牵小手, 也可以来这边逛街。 那未来还会有继续这个活动吗? 当然哦,这是我们的第一次, 然后这第一次其实我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一些, 集合的补助。 但是没有关系, 反正第一次就好好的给它玩下去。 然后希望之后办活动的时候,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, 其实动物也很有趣。 早期情人步道是15年级生年轻时约会的浪漫步道。 在若干年后, 以逛市集的方式重游就地也是相当有意思。 更是有民众在现场聊起的年薪轻狂时, 与恋人在此散步, 谈心,回味当时的情况。 发起人希望将这个情人步道作为是固定假日活动, 让有心想创作的人可以有个发挥的地方, 也让民众周休假日有个好的去处可以逛。 这什么? 这个就是一个原创的目标作品, 然后它是把那个做成一个音箱, 那做音箱的话, 现在很多人都在办公室里面听手机, 那听一听觉得太小声,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, 就有那个共眠效果, 它就会放大这样子。 嗯,就是自己突发去想的。 对对对对, 因为我们常常, 现代人很多人常常用手机去音乐, 然后希望可以让大家聆听得更有立体声, 然后在不管是办公室还是厨房煮办的时候, 都可以有很好的享受。 手工音箱。 对对,准手工。 好,okok。 没有围巾, 没有颜色, 没有... 围巾。 没有围巾。 防腐机。 防腐机。 很天然的。 滋然的, 对啊。 加桂姜。 嗯。 很辣很辣。 ok,这不辣。 桂姜。 这个非常辣。 哦,有不辣跟辣的。 对啊, 那个辣的, 你吃那么多已经够了。 哈哈哈哈。 我给你做了, 我给你做了, 你做了什么? 你做了什么? 非常好。 非常好。 我给你做了。 我给你做了什么?